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三早上的9点52分 跌44点 今天最多跌的63点 亚洲股市间跌幅都还不小 澳洲跌1% 南韩跌0.9% 日本跌0.8% 香港跌0.9% 大陆股市开盘之后目前都呈现下跌 昨天美国股市跌102点 目前美国的道重电子盘也跌了78点 因为川普又大嘴巴了 川普又威胁中国大陆说 如果没有达成协议 会加更多的关税 但川普的话是真是假 你也无法分辨 可是当指数涨高之后 出现这样的言论 难免会吓到市场 所以今天整个亚洲股市 卖压又开始出来了 台北股市昨天外资拉尾盘 买了110亿 今天高盘都开不出来 昨天美国电子盘 台子鞋的电子盘 盘后跌了17点 那其实油跌更多啊 昨天油价跌到3% 在我全道技术分析课程里面 好那今天台北股市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台积电跌2块钱 鸿海跌0.9元 相当于接近1% 这是昨天外资 买最多的两支股票 旺宏今天开低 目前上来涨3毛 旺宏最近连续2天 外资也是大买 昨天买了12000张 所以旺宏相对是比较强 可是旺宏 他占大盘的成分股 50档成分股 他还列不进来 其实比重是很小的 第一名当然就是台积电 第二名就是鸿海 这两家公司目前占了大盘 跌幅的20点 所以跟大家讲过 现阶段最好做法就是什么 多空战斗营 买底部空高档 指数高不高 高啊 当然知道啊 美中贸易签约 早晚会签 可是近期谈到最后 会不会有变数 因为大陆一直想要针对 农产品的部分 来当成筹码 然后又想看 川普到底被国会 调查的结果是如何 希望能够取得跟美国更好的一个谈判条件 这有点就是投机啦 那川普更不可能让他得逞嘛 对不对 所以话会越讲越狠 所以这中间会难免会有一些插枪走火 所以指数高的时候买底部空高档 这是最好的方式啊 所以是跟大家讲 你要学习做放空 25档财报地雷股 我带你空嘛 我带你空嘛 用空单来保护多单 那买底部机有股你也不用怕 放空高档机插股 可以赚得更快 放空要学啦 林台湾可以教你啦 你看这25档财报地雷股里面 今天几乎都跌啊 今天几乎都跌啊 对帽林 这要从边财报 目前还列为全的交割股 最近也跌很重 那包含利基 也是 利基已经连续两天大跌了 你看同心店 会赚科 同心店29.5 我们前两天133块钱空 那会赚科这个更不用讲 连亏4年了 连今年是第5年了 之前亏4年 今年扩大跌幅 扩大亏损 股价还六十几块钱 这个都是万里长空的股票 所以很多类似这样的标的 更多一起逢高空就对 你看今天高价股 卖压其实还蛮重的 有时候越高价的越危险 好 越高价越危险 你看见顶 对 今天康空 昨天大跌 今天还是跌 连亚跌了4块 连亚跌了4块 连亚跌了6块 好 你看全新 穩貌 创意 好 这种高价的台光店 连帽 台药 高价股本来就相对 压力会比较大一些 因为股价涨高了 所以只跟大家讲 不要去买涨高的股票 买底部具有股 才会安全 就是这个道理 被动元件的部分 好 值得也是 你看我们空88的 现在剩86 值得 今年业绩很差 只有去年的大概 三分之一获利而已 你看神盾 跌跌不休 拨不停 一直拨 玉金拨也是 也是起不来 好 也是没起来 因为现金真知 定那么低 就注定股价起不来了 国际金也跌了2块半 目前跌3块钱 昨天太阳又电跌了5% 虽然说是在电感的部分 产出不顺利 可是 跟MLCC 没有直接的影响力 太阳又电在跌的时候 难免对于股价 就会有压力 环球金今天继续跌 目前又跌了5块钱 昨天 幸运跟胜高都跌3% 所以是不是跟大家讲 370以上不要再去碰 环球金了 会下来 你看剩330了 已经来要40块了 超级40块了 因为最高的时候 环球金最高来到392 392跌到335 快60块钱了 路要来10块了 要不要 不要急 所以现阶段 你就跟我一起 空高档买底部 一张两张企划买的 一回升二回收 收回之后你就知道 其实放空也很好坦跌 你不要说你在股票市场 投资操作那么久 连放空都不会做 那这样说不过去 连台县可以教你 那做都是买底部嘛 你看 但华库今天还是继续涨 外资昨天要继续加码 你看大家讲的 觉得你就欠 华硕最近也不错 最近华硕也不错 也一样是底部的啊 站上连线开始飙 外资也是连买四天 所以跟我一起买底部的机油股 就对了 成达今天小跌四毛 四毛一点点而已啦 才二十八块多二十九块钱而已 每股净值有高达三十六块 润泰泰泰你看就很抗跌啊 两毛钱而已 这随时也会补涨 所以不用怕嘛 你跟我一起买这样的标的 买这种底部的股票 绿豆边你就不怕他啦是不是 红海集团唯一一档还没有涨的 广宇 广宇 外资也连买三天了 这个有压回来的滴接不要追 压回来滴接 不要去紧把队关 所以操作上 现阶段其实最好做的 最好做的 多空都可以 买底部空高档 两边一起做 两边都可以赚钱 你可以加入我 多空战斗营 多空战斗营 空高档的机差股 买底部的机油股 两边同时做 空单保护多单 同时两边可以一起赚钱 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 我有四场讲座 我邀请你来听 礼拜六早上高雄下午台中 礼拜天早上新竹下午台北 选举行情的第二个阶段 选钱一个月 这是什么意思 目前在选前两个月的首部曲 因为你不知道 所以你就不敢做 你如果看得懂 你就会做 接下来要进入选前一个月了 进入选前一个月 你去行情会怎么样做 你来听 我就你教 我把这二十几年来 任何一场选举的过程让你看 看懂之后 你就会这样走 你就不会做错掉了 你就不会不敢做了 那以后每次遇到选举 你都会 礼拜六早上高雄下午台中 礼拜天早上新竹下午台北 选举行情的第二个阶段 选钱一个月 二部曲 报名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我们下午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